大家好,我是头枪之神,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再来更新一期飘美三十年 这一期应该是飘美三十年的第二十期了 保持正能量,因为现在我的频道还在被限流当中 所以就暂时不讲枪械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其实我一直在录制那个AR15的组装的那个视频 但是今天车库实在太热了 我们这边一百多度 我车库里绝对超过了一百度 我觉得有105到110左右 如果我在车库里继续录制的话 不行,这样中暑 赶快回到我的办公室里面 然后开了一瓶金样啤酒 TRACK7这是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金样公司 他从开张以后我就一直支持他到现在 父亲节这个周末呢 其实我很轻松 因为老婆孩子把该干的事都干 然后我就一般就闲在这边 所以说那天擦枪其实两个多小时 我只剪到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放一些格进去 大家随便看看 好,回归正题啊 飘美三十年 飘美三十年是我上期讲到 我找到了一个新工作 然后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干的一个份工作 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我一进公司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我可以拿到一些什么福利 第一个吸引到我注意力的 就是说是他每年会给你五千块钱的教育补助 就是说是你可以去拿课 要经过他批准的一个学校 那个时候就是你想拿什么课都可以 只要那个课给你一个 有一个成绩叫ABCD这样的成绩 只要你的成绩是C以上的话 他都会给你完全的补助 一月十二月只要你有能出示证明 说是你有这个成绩 你有花了这五千块钱以内这个费用 他就给你补助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九月份 所以说我九十十一十二月 我有四个月去花这五千块钱 我就跟我老婆一谈 说是老婆我要读研 然后我老婆就说读吧 干嘛不读呢 对不对 反正然后那个时候读研的话 就是说是我一般就是 那个时候还没小孩嘛 然后我就读研 开始读研 九月份刚进公司第二个星期 我就开始读研了 那个时候我要读一个MBA 就是商管硕士 商管硕士当时他说是 因为你以前读过一些研究生的课程的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去免一些课程 免了一些 就是说整个你要读下来的要四万多 但是再给你打个折 因为你这个公司有打折 打到就减了一万 然后还有三万块钱你要付 你整个这个课程要在三年之内拿完 我算的刚刚好 就是说是三年拿完 但是分成了四个年头的时间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是第一年的最后几个月 然后第二年第三年 第四年的头一个月 然后我把所有的课都拿完了 我自己要掏腰包的大概到八千块钱左右 其他的公司全部包了 他连输本费都包了 就是说是我在这个公司一进去就开始读研 然后四年以后我是商管硕士毕业 其实对我的仕途没有什么帮助 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帮助 只是说是那个时候一直 就是说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研 但是那个时候就一时冲动吧 反正免费的学费不拿白不拿这种心态 然后后来但是在读研当中 我还生了小孩 所以说是其实是蛮忙的 然后整个几乎整个 那个时候几乎整个就是周末都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跑到图书馆去读书的 然后晚上一直说是上完班以后 还要还要读几个小时 还要上课之类的 我在这个网课上认识了一些 其他一些很多公司在 跟我情况相同的人 就是说是已经入行了 但是一直在深造 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在我那个 我那个班里面 很多是波音公司来的 一般那个波音公司 很多就是在那边工作了 十几二十年的人 我觉得他们那个 波音公司的人素质很高 然后我特别是我认识的那几个 就在我班里那几个素质都很高 不论是谈吐呢 思想啊 还有一些对他们的专业的一些 专业知识啊 都就是那是世界顶尖的 然后在这十五年 在我现在在这个公司 十五年之内 我认识了很多这种顶尖 就是世界顶尖级的这种 专业人才 我可以说是其实 这种人很少 但是我很有幸 在这个公司 在这十五年之内 认识了很多这样的人 比较了很多这样的朋友 就是我们IT顶尖的人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我进了公司以后 第二件事我问的 我就说我问了我的经理 就是说是有没有说是可以出去出差的机会 因为我从小没有什么机会出去旅游嘛 然后去的公司说 你有没有机会让我出去逛一逛啊 让我出去去哪里出差啊 把我派的远一点啊 去做一些项目 然后那个 我那个经理当时给我的反应就是说是你小心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他那个时候就给我这个忠告 就说小心 你有的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并不是你想要的 以后我会将我以后出差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的同事呢 就是说是我那个时候有大概两个 我那个时候有两个最主要的同事有两个 一个呢是比我晚进公司四个月 我们那个时候去面试他 我还是参与他的面试 他那个面试的时候他表现很好 他的表达能力很强 然后他的口水很多 结果他请了他以后才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极度自恋和自私的人 光说不练 说的天话乱坠的 真是什么都什么都干不了 而且他极度自恋 极度自恋想当网红 他来的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去人事部 说是我要去我的母校帮你们招生 也不妨跟你讲 他是BYU毕业的Brigam Young 那个时候我经理很喜欢他 也就是一定要把他招聘进来 后来我看了一下简历才知道 他说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份正式的工作 就是直接去学校 学校毕业以后就来我们公司了 以后我还会讲一些 就是说我跟他之间的摩擦 就是我现在换了一个 其实我换了一个团队 也是有跟就是说是上面对他的包庇 然后就是对他一些行为的一些不作为 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我想跟大家提一下 12年我在跟他同一个团队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的面前 或者在我经理的面前 对他有任何的抱怨 要不然我就走 要不然我就留下来不肯撑 结果后来还是走了 我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团队 刚才讲了我这个 信赖这个同事 他很自恋 而且喜欢当网红 但是说这么多年他都没有红 结果说是 因为什么呢 我看过他一些 他还出了书 他还经常在上班的时候 用自己的电脑去制作一些短视频 希望赢得一些粉 在网上一些粉丝 结果他都没有成功 近几年他都没有成功 一直都没有成功 成为粉 一直都没有成为网红 因为什么呢 太虚假 不真诚 在公司我们这个部门的人 都有很多人 在我们平时探讨的时候 都说是这个人太虚伪 不想跟他深交 因为他经常会 经常让别人背锅 那么我另外一个同事 他是一个女子同性恋 他也很老了 他那个时候已经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40多了 现在他都60了 那个时候我跟他处得最好 他是结了婚以后 生了两个小孩以后 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然后才跟以前的前夫离的婚 他的前夫也经常家暴他 他后来离的婚 现在他跟我们在同一个公司 另外一个同事 他们也在一起 他们两个结婚了 两个女的结婚了 我跟他处得最好 然后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然后去吃饭 午饭的时候 我一般都跟他打档 去吃饭聊天 他后来搬去德州了 现在他在德州 最近我跟他联络一下 然后他说是他要退休了 很遗憾 因为很好的一个人 很能干的一个人 也在这个公司干了很久 他退休了 然后他的小孩也大了 他已经做姥姥了 然后讲一下我的上司 我的上司是一个女的 她16岁就进公司了 她16岁就开始在这个公司上班了 她真的是从基层这样做起来的 很敬业 非常非常的敬业 而且他一个优点就是说 喜怒不言于色 就是说是任何一个不好的消息 或者任何有人做错事情 或者说是工作上犯错误了 你从来不会看到他说是对你生气 他的脾气太好 而且他从来没有用我一个张字 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经常别的部门跟我们开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就是张字一大堆 用很不文雅的字眼 我这个经历从来开会的时候 没有听过他用我一个张字 不管在任何场合 就是我跟他学的 我跟他12年 就是我在 我跟他共事的12年 我跟他学到的就是说是 喜怒不行于色 而且你在公共场合 或者说是你在跟任何人会议的时候 你的形象你要保持好 用张字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选择场合 公共场合 他从来没有一个张字 几乎跟我他我在记忆中 他一个张字都没有用过 这是很难得的 在我们这一行 就是说是在美国职场里面的话 你很难看到一个这样的人 将自己的这种EQ保持到这个 十几年如一日这种水准 在他之上 就是另外一个经理 当时是另外一个经理 就是比较资深经理 他们叫Manager 2 但是后来这个人就被升职成为了主管 就是director 就是因为他我损失的大概 我到现在我算了一下 大概一两百万 就是说是如果不是因为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我跟他之间的这个摩擦 好 这个无所谓 就是说是他当时是个 就是经理 我经理的经理 然后他你跟他讲话 你可以讲两个小时 这个人一直会跟你讲一些理想抱负 大道理什么 但是说是你跟他讲两个小时以后 你反而一句话都不记得他讲了什么 跟他交谈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 很多空话 但是说是他就是乐此不疲 而且他很厉害 他这个他就在这方面很厉害 他这个人后来我发现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做IT的 他既然是我经理的经理 为什么说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技术的问题 他都一直跟我谈理想 谈道德 谈一些很宏伟的一些 一些很宏观的东西 他是加州UC一个学校毕业的一个政治系的学生 他是怎么会进入这个公司呢 因为那个时候1990年代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美国加州有一个这个东西 叫做affirmative action 不管是入学啊 还是就职啊 都给一些少数族裔一些更多的机会 他是那个时候进入这个公司的 他也承认就是说那个时候说 我是因为当时有这个政策 然后说是公司请了我 就是充数这样 他可能是玩笑的这样讲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被请 他就是一个数据 但是你想一想 在一个科技部门 你请了一个是政治科学毕业的人 完全对技术一窍不通的人 在这边做主管 这是什么操作 我除了说是有一些 除了说是有政治方面 或者说是社会方面的一些压力之外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公司会这样做 那么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我跟他的摩擦 让我损失大概一两百万 美国一些上市公司 他对你员工的报酬 薪水的报酬是这样来算的 这个词叫做total compensation 他是怎么样用一些金钱去回报你的 第一你有你的底薪 就是年度底薪多少钱 然后他会说是 如果你说是你跳槽来我公司 或者说是你加入我公司的话 我给你一个叫做sign on bonus 就是说是你的 就是说是加入我 我就给马上 现在马上给你一笔奖金 谢谢你加入公司 鼓励你加入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 你每年你都会有一个 做业绩的评估 评估完了以后 根据你的业绩评估 给你一个就是说是加薪 还有就是根据你每年的业绩评估以后 再给你奖金 每年给你一次奖金 除了这几个东西以外呢 你还有一个东西 他们叫做RSU restricted stock unit 我们称为金手铐 他是这样运作的 就是说是你在这个公司上班 如果他想把你挽留的话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他想挽留你 他会每年给你一些 这个叫做RSU 这个restricted stock unit 这个是配股制 这个股票是怎么运作呢 就是说是他给了你以后 比如说我给你一百股 但是说是你现在不能马上拿到手 你要帮我干三年四年 然后你分每年分两期 然后我一点一点给你 比如说是我给你一百股 然后分五年给你 每年分两次 就是说是你要分十次 一百股要分十次 每半年有十股就是你的了 你走了 或者说是他把你吃掉了 以后那些股份你没有拿到的话 就不是你的了 他想留的人 他会给很多这种股票 那些人就会因为这些股票 还没有拿到的股票 他不想走 所以说是就是一直把那个人锁在那边 一直为公司效劳 所有的这以上讲的这些 就是给员工这些发钱 或者鼓励的方式 叫做Total Compensation 我在这个公司工作前八年 虽然说很努力 我一分钱的这个RSU都没有见过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我经理的经理 他这个人呢 很喜欢炫富 他很有钱 就是说公司给他很多钱 作为主管他很多钱 他经常开名车带名表 然后每年他会分一两次 就是说是约一些自己手下的员工出去吃饭 名义上说是谈心 就是说是更深一层的接触一下这些员工 谈心其实就是炫富 他经常开一下什么 他的法拉利啊 他还有一个莲花跑车啊 什么的BMW的第五系列啊 他经常换车 然后他就来接上我们去吃顿饭 然后就跟大家谈一些大道理啊 理智的一些讲话啊 然后就把你送回去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很受不了这种人 其实我我很反感这种人 有一次他就说是跟我们一群人吃饭 就是一群我们的吃饭 我们是基层人士 我们是很基层的 然后我们的薪水也没有很多 根本跟他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结果他就带了一支表 然后就有人说了一句 嘿 你那个表很好看 他结果说什么 他说是 哎 我很建议大家都要买一支这个表 这个表太好了 太值了 吃完饭以后我们回去一看 那支表五千块钱 我跟我的同事就是在私底下 回了公司又看那支表的价钱 面面相须啊 然后我们就说是 我不知道它是从哪来的 但是上次我看 我走出门口往天上看的时候 我的天是蓝色的 我不知道它的天是什么颜色的 他也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薪水是多少 但是他就说是在那边说是炫富 然后在我们面前鼓励我们去买一支五千块钱的表 我对这个很不待见 隔了不久 他约我出去吃饭 我还记得那天是去一个 就去买了一个三明治嘛 我们坐在那边聊天 他就一直跟我讲大道理 他说是什么什么 这个他说你要有一个五年计划 你五年以后要再到哪里到哪里要达到一个什么 你的人生目标啊什么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不客气 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 贪图嘴上痛快吧 然后我年轻气盛 然后我就很不理智的说了一句话 我跟他说是 你一直跟我说是你的 我的五年计划 那么你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了 你这么高层了 你的五年计划是什么 你会在这个公司五年吗 还是你还会去别的地方继续发展 然后他当时的脸就变 然后他的语气也变 他就跟我说是 其实我现在随时可以走 我到哪里都可以去做一个首席的一个技术执行官 我不走的原因只是我以为太热爱我的工作了 然后我们好像那个三明治还没吃完 然后他就说我们回去吧 用他的法拉利把我送回办公室 然后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约过我出来吃饭 也是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刚刚入行嘛 那个时候刚刚入行第二年 第二年的话 然后从那以后那八年之内 我就一分钱的那个RSU 就是那种配股的那个奖励就从来没有见过 后来是怎么样呢 我是怎么样才知道这个有这个配股制呢 是因为有一个比我比我年轻很多的一个年轻人 也进了我们公司 然后你什么聊天的时候 他说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时候已经第八年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后来是第九年的时候 我在这个公司第九年的时候 因为我做项目 我做的很多项目是跟别的部门有联络的 那个时候就有部门跨部门给我奖金 结果搞得我的经历很难摊 我们都没有我们自己部门都没有给我这种奖金或者配股 结果有人跨部门奖励奖励我 他们面上挂不住才开始给我一些这个 就是用股票作为奖励这种金手铐 后来我在这个部门做了12年 以后还会慢慢讲 做了12年以后我离开了 离开以后我新的这个部门我现在做了三年多 他这个部门我刚进去的时候 他现在一看我这个薪水 他马上就觉得说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说是你这个就太低了 然后他就现在开始给我补 一直补救 不讲钱的话 现在我绝对是比以前好得多了 买这个教训呢 就是说是并从口入或从口出啊 有很多就是劝一些 就是说是如果你还年轻 在事业上打拼的话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这种嘴上痛快 而损失这些东西 因为八年的股票 然后八年的一些很多的奖金的这些东西 我都没有得到 就是我得罪了顶头上司 但是我没有什么怨言 因为我对我生活没有影响 我那个时候就没有看任何我的奖金之类的东西 我只看我的底薪 没有对我本质上的我的生活质量有任何影响 只是说是我算了一下 大概如果说是那个时候开始有股票 就是有配股的话 或者说是有一些我的 比如说是有一些奖金的话 我现在大概手里可以多个一两百万吧 可以运作 我对这个但是看得很淡 然后我老婆对这个也看得很淡 最后总结一下 我现在在公司里面认识的朋友的话 就很少有身交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刚刚工作的时候 交的一些朋友 反而比较真诚 为什么我这样觉得呢 因为是大家都没赚什么钱 都是最低工资嘛 然后在一起打工 失去的很少 可以失去的很少 没有人会在乎 所以说那个时候 大家都平时就是下班了以后 都会在一起聚一下聊一聊 没有人会对彼此有猜忌 一旦说是你在世界上比较成熟了以后 你会对身边的人比较谨慎 就是说是你如果说是你越往上走的话 你会觉得你被出卖的成本太高 反而你会比较顾忌一些 在工作方面 就是说一些同事方面的一些相处 你会很小心的处理这些事情 而且我现在有些同事直接跟我讲 说是工作就是工作 我回家以后电脑一关 然后我不会跟任何人交心 因为那只是我赚钱的一个地方 仅此而已 我很理解 我很理解 但说是我有没有在工作场 交到一些好朋友呢 有 我在这个公司也交到一些好朋友 一般是跨部门的 就是不是在同一个部门 我交到一些很好 很真诚的朋友 以后这个系列会偏向到一些 比较职场方面我学到的东西 下次我们讲我经常为公司出差的事情 然后去了哪里 然后有几次差点就回不来的故事 还有讲一下我老婆我第一次怀孕 我第一次为人父母的事情 好 这一期的票美三十年讲到这里 我是脱枪石神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